穿上跑步鞋跨出一大步 全球殖民工艺路跑活动 Terry Fox Run即将再度于台湾登场 去年的活动吸引超过600位跑者参与 并成功募得超过新台币50万元善款 用于支持iGEN研究 今年活动将扩大规模 目标号召800位勇者一同开跑 非常感谢 我今年年轻松了Terry Fox Run 非常感兴趣 Terry Fox Run是加拿大的抗癌英雄 18岁确诊骨癌右腿截肢 为了以行动为癌症研究末盘 决心挑战8000公里马拉松 最后他在143天内跑了5400公里 因癌症复发去世 后仍延续抑制 自1981年起 Terry Fox Run便在全球各地 累积超过60个国家举办跑步活动 每年吸引预500万人参与 至今更为iG研究募款超过8.5亿美元 根据统计台湾每4分19秒便有一人罹患癌症 癌症死亡率更是高于全球平均 Terry Fox Run为了提高大众对癌症的认识 放大社会爱心 今年再度于台湾10月26号 在西北市卢州微风运河广场开炮 现场不仅会有特色餐车 还有精选市集 在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同时我们也看到像TCS的学生 他们也为了这个活动 也拍了几部蛮有趣的影片 那其实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公益活动 它原本就是品牌方所需要做的一个社会责任 不害怕自己的力量担保 只要大家能够记得在一起 就能创造更大的力量 所以我想这样的意义 跟我们品牌核心是非常match的 所以也是我们为什么这次会支持这个活动的原因 TCS探索未来国际实验教育机构也表示 这场活动不仅充满健康活力 具深远意义 更不拘任何形式参与路跑 不管是走路 轮椅 或是带宠物一同参与都可以 也鼓励民众路跑服众名次 只凭勇气 爱心 邀请大家让聚会换个更有意义的方式 举行为希望迈步向前 明日新闻综合报导